谢谢大家 因为十分钟时间有限 我就长话短说 尽量给大家一些我们技术这个方案的关键词 和这个背景以及最终实现的效果 我们Highbit是下一代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它能够做到什么呢 它能够达到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性能体验 并且能够实现真正的一层的全面兼容 所以我们GPP的建立了Layer 2 然后能够实现百万以上的DPS 并且还能够达到达到和其他所有面的 最底层的密码学的底层的建筑 然后大家都比较应该比较熟悉 这个数据和市场了 中心化交易所最大的问题是 整个各自制度出处的黑箱 所以产生了蛮多的重所周知的FTS 包围这样的问题 而去中心化交易所还是比特币的 不管是比特币还是运态法 都是比较低的DPS 以及只能够限制在某一条链上 限制着这个链相应交易的 限制了整个链的这个budget 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 主要有四个解决方案 然后来实现了 走的两个我们技术解决方案 实现的是一个百万以上的transaction section 就是取媒美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性能体验 然后后面两个点呢 是我们如何去真正实现从钱包接入 然后到基比特币的全链兼容 首先我们的这个共和共识协议 就是不展开这些细节了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基比特币做Layer 2 而在Layer 2上是完整的一个区块链系统 而我们把这个靠区块链系统里面最占PPS 最占交易性能的共识部分 搬到了Layer 1上 然后去实现了 释放了Layer 1上的这个交易性能 那么最终实现的结果就是 实现100万以上的transaction per second 而下一个是我们工程层面的创新 就是我们用这个 极个内层层面的前置交易引擎 来最终达到了当我们使用量服务多大的时候 能够实现还远超百万的PPS这样的性能 而下一个是我们通过我们 减轻盘数的一个跨链解决方案 能够完全在最底层 而不是通过跨链桥这种 用非常大安全隐患的方式 来去实现全链资产交易的兼容 而再下一点是我们建立了独立的Layer 2 并且还有我们独立建设的套密钥机器 最终能够实现从钱包揭露 就可以揭露不同钱包 不光是比特币钱包 还有所有链的钱包的揭露 都能够无缝实现 所以从钱包揭露到最后资产交易 我们都能够实现完全无缝 安全的跨链的解决方案 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基础架构 从一开始大家交易到达潜质交易情 而最终往下传达到 NCP节点就是统合共识协议的这个节点 而我们的这个区块链系统的一个 共识部分放到了Layer 1上 而我们通过我们这样一个 媒体清晴链出的跨链级方案 最终能够把通通过一个 B 生态和其他全链生态的这样一个兼容 所以相比于市面上的DEX 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百万以上的TPS 而且这个还能够实现完全的跨链 最底层的跨链 并且我们将来会很快 支持一些生产品 这个在相当于打破了区块链的 不可能三小 就是安全区中进化和可破绽性 最终实现一个大概有完美的 最终的交易所的一个形态 去续续进化 并且还能够全面兼容 而且百万以上的TPS 所以我们也能够完全保护Layer 2 基于比特币的生态 最终开放成一条完整的一个infrastructure 给开放给GameFi、SocialFi等等 很多的1-3的参与者去运动使用 而这是我们的一个路线图 我们已经经过了 一年多的开发两两个月的内部测试 并且已经有几百个内部的测试用户 而接下来我们随着我们正式的 在一个月内的上线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FATEM 然后去关注Pybit 能够感受一下未来的下一代的 完全安全区中进化 并且能够把玩TPS的这样的交易平台 而我们最终 在我们方案的最终 也能够是成为一个 玩扫上一个一站式的金融科技的一个方案 因为我们相信未来不管是数字货币资产 还是股票和其他的经济延伸品等等 都会是编辑原来越模糊 而如果Web3的优势会逐渐地显现出来 未来的交易所形态 这个交易平台是支付平台的形态 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完全去中心和安全 并且兼联络链链 打破一切的Web2和Web3 及Web3各个链之间区隔的这样一种 交易和支付方式 而我们Pybit就会成为这样一个最底层的 积极处架构和解决方案 而我们的创始团队也会有10年左右的创业经验 像Works和我都在10年前的Web2创业 在Web2的时代创业和Web2的投资 而我们的CTO Witter也曾经在做过中国 企业大中心化交易所 然后我们这样一个团队 整个Web2到Web3经年 也并且做了5年以上的PP投资 对于Web2和Web3的创业投资 都有非常深深的经验 我们这样一个团队的便宜的搭配 那么这是我们做这样一个梦想非常大 基于比利特币的生态劳多 然后打破区块链的可能三角 并且成为未来的整体战士的基金融交易平台和解决方案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Habits 关注我们后未来的上线 包括我们的Pokonomics 今天的时间有限 就和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